今天我们来聊聊音乐版权主张 通常来说 我们应该尽可能的避免 我们使用的音乐被主张 因为主张的结果通常意味着 你这个节目所赚的所有的广告费 都要归对方所有 也就是说 你使用它的一小段的音乐 或者是使用它的音乐作为背景音乐 不是你的内容的主要的部分 只要比重了这些赚到的钱 百分之百要给对方 但是今天我要讲一个特殊的例子 就是有一些情况 我们是明知道我的广告费会给对方 但是我心甘情愿 并且这还是一种走向成功的一个捷径 好 这个情况的话 就是通常我们讲的歌曲的翻唱 或者是演奏 或者是舞蹈的音乐伴奏 我们看例子 比如说这个频道 J Flyer Music 这是一个韩国女孩 她在12年以前开始就翻唱 这些世界名曲 这些流行歌曲 你看12年以前这个样子 就这样翻唱翻唱翻唱 这个英文的主要是流行歌曲 很显然这些东西出于翻唱的话 在版权就非常容易匹配 因为它如果使用标准的音乐的伴奏袋子 就是别的人演奏的 或者歌曲里头提取音乐这部分 把人声这部分去掉 然后作为伴奏袋来躲 这个基本上就是匹配的准确度是非常高 按照油管的音乐政策来讲的话 只要匹配中所有的钱都给对方 后面的话 这12年以前 中间慢慢慢慢油管健全了 这样一个机制 就是有一些这种翻唱 它是符合这个政策 就是可以对半分 也就是说 我唱的这个算了所有的广告费 我唱的翻唱的这个人 我可以拿50% 另外50% 给这个音乐的这个版权方 所以这就比较合理一些 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样的翻唱的 他收到的音乐主张 是属于这种分层的这种形式 但是呢 有的时候是 如果你使用的是 像那种卡拉OK的那种标准的半唱带 那有可能你的所有的 虽然是你翻唱 你唱的这部分 依然是因为音乐部分是完全的比重 所以呢 也会给100%的钱 都给这个音乐的版权方 那有一种方式是 就是比较正式的 就是翻唱 也就是说你自弹自唱 抱个吉他 或者是你弹钢琴边弹边唱 那这个当然演奏部分也是你的 然后这个演唱部分 也是你的 那这个就是标标准的 一个叫做 你基于原来的音乐作品进行 完整的自己重新创作 那这个就是标准的翻唱 那这种情况 你就会得到 这个50%的 这个广告收入 甚至 有很多时候 你会得到100%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种演奏 跟在这个比重的可能性 就会大幅度降低 因为它在油管的版权库里头 那个标准的这种伴奏带 或者是某个演唱的这种版本 你弹吉他跟他比配重的可能性就小 所以可以看到 虽然你是讲翻唱 自弹自唱 但是会导致油管的版权系统 它不会有给你版权主张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视频播放的时候 得到的所有的广告收入 全是你的 100%的 所以翻唱 这个是成立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很多人就是开始翻唱以后 得到这个版权主张 马上讲 这个事情不能做 我所有赚到钱 将来全都是给对方 我吃饱了撑了 我为什么要这样干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 就是即便是这样一个结果 你也得干 因为唱别人的流行歌曲 涨粉太快了 很容易起来 周杰伦发一个新歌 你马上就来翻唱 就会很多人讲 你唱的好 唱的不好 或者是你呀 也好意思出来翻唱 会骂你的 喜欢你的 或者给你点赞 鼓励你 很多很多种 就很多流量 音乐这个东西 它有它的神奇的地方 对吧 所以你翻唱 这些流行的音乐 再加上如果画面 再来一点舞蹈 来一点搞怪 那就更好了 对吧 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样子操作 如果被比重 给他钱 如果他算成翻唱 给你一半的钱 如果就是前面 如果最好的这一种 就是没比重 那你就全部钱都给你 我们从最坏的 这个情况来讲 比重全全部给他 但是你抱大腿了 对啊 你抱大腿以后 你的结果是 你有播放量 你涨粉 这个粉是你的 所以这个JFLA 他就是这个套路 他才不管这个版权不版权 他才不管这个钱不钱 然后他唱 硬生生就把自己唱成了明星 所以你现在看他 他现在千万粉丝 他现在玩的是什么 他现在 你们来看一下他的首页 你看他的首页 是他的这个宣传片 那个热门的播放的 这个原创歌曲 他现在有这么大的观众量 他当然可以发行单曲了 出唱片了 然后开演唱会了 所有这些东西 那全部收入都是他自己的 所以用别人的东西 通过翻唱的这种方式 把粉长起来 然后这个粉才是你的 这个你将来能够变现 你将来能够持续的 实现这些商业价值 当你有这么多粉丝的时候 你讲哪个人 不愿意给你写歌呢 会有一大堆人 免费愿意给你写歌 让你唱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再看 第二个例子 你看这个 也是翻唱 这个翻唱非常 流行的画腰出来 你可以翻唱一下 你看像这种 唱也是这个歌 二十几万的播放量 如果你去说一段什么东西 那这个博主他在加拿大 如果你说一下 加拿大今天这个 这个那个物价 或者是打个卡 你难道有那么容易 能得到二十四万的播放量吗 对吧 所以像这种情况 你看这下面就是很显然 这个视频就有版权主张 有版权主张的一个标志 就是你在他的说明区里头 有这个匹配 你看匹配到了这个 刀狼的这一个唱片的 这首歌曲 那么意味着他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 这一个广告收入给了那个 给了刀狼的这个这个版权 人要么就是他界定为翻唱 那么这一期视频的赚的钱一半 就给这个博主 那即便是所有的都给刀狼的话 那像这样一个二十几万播放量的 他能够比如说涨个一千粉丝 这个粉丝是实实在在的 对不对 所以他可以翻唱其他的歌曲 翻唱其他的歌曲的话 也许就没有版权主张 那其他的歌曲 比如说有个十万播放量 那十万播放量的那个 网络收入就全是这个博主自己的了 所以用这种方式 其实是很好的 一个既能够涨粉 又能够在没有比重 或者是允许分成的这种情况下 赚到钱 好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叫Charlie的这个女孩子 她是抖音 不是TikTok 就是海外版抖音 我们通常这样讲 叫TikTok的这个平台上面 首次第一个 一年的时间 从零涨到一千万粉丝的 这一年涨到一万一亿粉丝的 这样一个人 这是太厉害了 他干什么事情 他就跳舞 他跳舞 那他跳舞的全都是很多流行的歌曲 当时最热门的歌曲 作为这种伴舞的音乐 那TikTok 他这个不像油管那样子 有当时有这样子的版权的 这种匹配的机制 不允许你使用这个音乐 那当然那个时候 他TikTok也没有赚钱的这样的机会 只是播放量 只是播放量 后来出现了这个叫做 像创作者激励基金这样子 那种形式 但是最开始起来 因为TikTok的本身就是 他在DNA里头 就是短视频和一个音乐为主的 这样一个平台 因为他收购的 另外一家Musically这样一个平台 对吧 好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特别火 他就用音乐作为伴舞 快速涨粉 涨粉一年的时间涨到 一个亿的这样粉 涨粉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对吧 那这一个亿的粉 我才不管你这个音乐的 这个播放量的钱 全部给音乐方 一点问题都没有 实事实上他通过这个东西 他好像两姐妹 包括爹妈 一起就搬到加州去了 可能书也不读了 辍学了 然后就成了明星 去参加各种各种各样的 这个其他的这种赚钱机会 做公司 拍电视拍电影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这样 这个通过别人的流行的音乐 结合你自己的创作方式 要么翻唱 要么舞蹈 这一类的东西 放心大胆的去使用这些音乐 管它有版权没版权 反正你的底线就是说 你用的是最热门的 最好的这些音乐 给你的这个创作 自然的加分 涨你自己的粉 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赚钱就赚钱 如果是钱全部给这个音乐版权人拿走 就给他拿走 你自己涨粉 这是实实在在的 就像这个这个查理一样 这一亿粉 那是他的粉 不是那个音乐版权人的粉 这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一定要端正这样一个思想 不要老是觉得 就是别人的这个音乐 一有版权 我就不能用 好像这个 我尊重这种版权法 不是这样子尊重 我们要善用 要善于抱大腿 好在这个方 我就顺带讲一下 最近在国内抖音出现的 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有一个过有才的 这样一个有为青年 唱红了一首叫做诺言的 这样一个歌曲 15天的时间 涨粉1000万在抖音上 那么就是因为这首歌 火红起来了 那他因为这个东西涨了粉 直播有大量的人打赏 平均他火起来以后 讲一天这个直播一场 大概收入就过百万 所以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 演唱别人的歌曲 获得这么大的巨大的商业利益 所以这个版权人就眼红了 跟他要讨论授权的这种费用 那很显然这个是一个立志的这种形象 当这个诺言的这个版权人出来讲 要想要讨论一下这个授权 我们就是要分钱 这种这种意思以后 你可以看到90%都是一边倒 都是这样 你你要找哪里去了 他把你的歌唱红了 你就来收钱 这完全可以理解这样的说 但是从法律上来讲 这个人维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像你在街边上买一个微软的盗版吃盘 微软懒得跑到你家里头 跟你打官司 但是中国银行 如果是三万台PC机 全都是用的盗版的 这个例子举得不好 跟中国银行没关系 就是说一个大的单位 如果是用这个东西 实际上巨大的商业价值 那微软就会找官司 找律师来跟你 所以有甄别性的 所以诺言的这个作者 采取这个行动 招大家这个网报 这个是可以预期 但是从法律上来讲 真的没毛病 所以版权是一个很奇怪的 一个东西 那么我今天的重点是要讲 不要讲 看到版权就谈虎设变 油管的这个版权 这个自动匹配系统 真的是一个 划时代的了不起的 一个革命性的工具 这个东西彻底的解决了 就是版权方的一个 几乎是无成本的维权 自动的把钱就给他们去了 我上次如果看到的数据 如果没记错的话 大概是总共是三百亿 还是多少钱 一个很大的数字 给通过这种方式给出去 给到这些版权人 那么这些 要这个音乐版权人 一个一个去单独维权 成本是极高的 所以正因为这样子的 才有一个 大家可以去使用 就像如果我是一个歌手 我来想翻唱别人的歌曲 如果一个个去寻求 那个版权的授权书 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那我如果我唱歌不错 大家愿意听的话 我一定会走这条线路 我就往死里头唱 什么火 什么我唱什么 他这个歌很火 我唱的人没有人看 我就想办法少穿一点 边跳边唱 我非得把这个大腿给抱上 然后天天唱 天天唱 非得总有哪天 像这个郭友才一样 把自己唱火起来 唱到一百万粉 唱到五百万粉 然后就制成一家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一个 非寻常的 合法的 并且是我觉得不错的 这样一个利用别人的版权 内容来进行再次创作的 所以我今天专门做一期节目 跟大家来分享 这样一个方法 好 这是今天老胡的内容 谢谢 欢迎你明天继续回来看 老胡的更新